你的手如青山一樣守護我 陪我走過銀牌又不經紀錄 談玩小孩迷茫不知歸途 用你牽引我方向 你的愛像大海一樣包容我 把我渡過千老萬重破 愛戀小孩浮誠不知歸途 用你牽引我方向 蓮花綻放在花蓮如來如去 媽媽的手啊淚進風山 血淚化成琉璃包湯 溫柔聚光愛相隨 此心無悔守護我 蓮花綻放在花裡如來如去 媽媽的心啊無謂無懼 被心化成大遺忘 隨便手搖把病哭 描述人已無緣由 在花蓮花綻放在花裡如去 阿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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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珠 你聽我說 阿坤現在住的是隔離病房 如果他真的有什麼不舒服的話 也會按鈴告訴護士 你不要擔心 可是這裡的護士他都不認識 也不熟 我應該要是痛的時候 他一定會忍著他不會交護士的 你讓我進去 瑞珠 你放心 阿坤一定很快就可以和護士們 打成一片的 你又不是不了解他的個性 不是嗎 來 坐著 可是 好啦 你別再這樣子了 聽我的話 趕快回家去 我會每天過來看看他 然後打電話告訴你他的情況 好不好 瑞珠 我真的很不放心 好啦 瑞珠 你就放下心來 這裡的事情你也幫不上忙 不如晚上照顧孩子 做你應該做的事情 你要記得 好 除了阿坤需要你之外 你的孩子也需要你 是不是呢 師姐 你說得對 我除了阿坤以外 我還有三個可愛的孩子 所以啦 趕快回家去 這裡有什麼消息 我一定會馬上告訴你的啦 這個是你說的 你不可以騙我 你一定要告訴我 好 我會每天呢 過來幫你看著他 然後打電話告訴你這裡 所有的情況 這樣可以嗎 嗯 噓 師姐 真的很謝謝你 要是沒有你的話 我真的很不放心會太多久 瑞珠 不要難過了 阿坤和病魔的戰鬥才剛開始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如果妳比他先倒下來 那孩子怎麼辦呢 嗯 師姐 妳放心 我一定會放快心去過日子 阿翔 好 好了 好 好 吳明昆骨髓植入已經是第十二天 前行還算順利 骨髓也已經開始長出來 不過由於副作用很大 他非常的不舒服 我們有給他打營養針 但是他的身體 對營養針的反應也很大 吐得很厲害 目前再嘗試找新的營養針看看 最根本的還是要讓他 想辦法多吃點東西 這樣骨髓才會長得比較好 血球指數也會恢復得比較快 我知道 我會交代他們 多注意吳明昆營養攝取的問題 嗯 選一 下一個Case是留用心 阿坤 您一定要想辦法吃一點東西 要不然您的身體會復原得很慢 不是小姐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現在吃東西 嘴巴會痛耶 而且現在味覺變得怪怪的 吃東西都變得很難吃 我不要吃了 你不喜歡吃醫院的東西 我們也幫你出去買你想吃的東西啊 可是每次買回來 你只隨便吃個兩口 讓我們看了心裡也非常難過耶 不是小姐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要故意辜負你們的好心 可是我吃不下就是吃不下 你說你嘴巴痛吃不下 要你喝安素你又不要 那個很難喝耶 你要不要喝喝喝看 我喝到都想吐了 你以前不是說香草口味還不錯嗎 怎麼現在又這樣呢 我喝不下就是喝不下 你不願意打營養針 讓我們很傷腦筋耶 那個針打下去我全身都會不舒服耶 我不要打 你知不知道營養針是李醫師特別為你找的 很貴耶 那貴有什麼辦法 我打下去就是不舒服嘛 阿坤 你不願意打營養針 又不吃東西 那這樣你什麼時候才可以從隔離病房出去 那我一輩子都不要吃戒合了 好啦 那飯菜我擺著 你想吃的時候再吃 我一會兒過來收 李醫師 師姐 李醫師 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一下最近吳明昆的狀況怎麼樣 他的骨髓生長的狀況還算不錯 但是 這是有個滿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 他不太願意吃東西 所以營養吸收上有點遲緩 大家都為了這個絞進腦汁希望他能勉強配合 但是他卻相當的不合作 怎麼樣講都有他不肯吃東西的理由 這樣子啊 誒 我有辦法了 真的嗎 放心 明昆只要聽了某些人的話 就會怪怪吃東西了 哦 嗯 好好好 我知道 靜姿師姐 謝謝你告訴我這些 嗯 好啊 一會兒我帶小孩過去的時候 我一定會讓他們這麼說的 嗯 好 好 再見喔 好 好 多吃東西 多吃東西 爸爸身體呢就會很健康 只要通過醫生的檢查 OK了沒問題 就可以早點出院 知道嗎 知道 媽 爸是不吃東西 否則我們為什麼要跟他說這些話 好 靜姿師傅打電話來告訴媽媽 說爸爸在裡面都不吃東西 這樣營養是不夠的 所以要我們一會兒看到爸爸的時候 就盡量鼓勵他吃東西 我明白 好啦 那我們準備出發囉 走 我會拿 好 小心喔 媽 吃過了 等我 等一下 好 走 媽 媽 爸這隻就覺得病之餘就好了 妳爸爸的病 沒有那麼容易 就算去院以後 還是要趁媽媽去做檢查 那就是說 爸爸這次手術以後 吃就不會有生命危險 媽媽知道妳是個聰明的小孩 所以我不想騙妳 爸爸這一次如果一致成功 以後還是會有可能 有嚴重的排斥問題發生 所以我們要一起把爸爸照顧好 不要讓爸爸再生病住院了 好嗎 媽媽 我也會幫妳照顧爸爸 媽媽知道妳最乖了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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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昆 阿昆 我還有主義人組給妳吃 妳為什麼不是很好吃的 是親自私姐教的 妳要多吃一點 妳的胃口才會比較鬆開 我現在想要吃不到 妳拿這個來是要創什麼 這三個小孩都很想妳 讓妳成功 姐姐 爸爸 妳這樣子好像坐牢 一直逛在裡面都不能出來 爸爸這個樣子真的很像坐牢 比坐牢還要痛苦 既然妳那麼難過 那妳就要趕快好起來 才可以早一點回家 爸爸 我們都好想妳喔 爸爸還是不得已的阿 爸爸不想一直待在裡面阿 妹妹 當爸爸講說 妳的生日快要到 要爸爸快點好起來 幫妳過生日 好 弟弟 來 爸爸 我生日快要到了 上次妳當意給我說 要和我一起過生日 妳是不是忘記了 爸爸怎麼可能忘記妹妹的生日呢 爸爸也想早點回家 可是 妳一直在裡面 人家要怎麼過生日呢 爸爸 我要跟妳一起吃三粥 還有 妳不在家 我就不能畫畫阿 是誰不讓妳畫畫 跟爸爸說 老實說 要我們畫我們的爸爸 可是妳不在家 我看不到妳 我就不能畫畫阿 來 弟弟阿 來 跟哥哥講阿 再見 爸爸 妳今天要多吃一點東西 這樣妳的身體才可以早一點回復 才可以早一點回家 對啊 媽媽要多吃一點東西 媽媽要多吃一點東西 爸爸 妳會多吃東西 好 阿君 為了小孩 我知道怎麼難過 妳也要喝奶 東西給妳吃一點 這樣妳的身體才快好 好 我知道 為了小孩 我比較壞吃的東西我也吞了 爸爸 妳什麼時候會回來 對 爸爸什麼時候會回來 你們要乖一點 你們越乖 爸爸就能越早回家 真的知道 爸爸 妳一定要陪我過生日 爸爸 妳可以陪我畫畫嗎 好 爸爸 我一定會照顧弟弟和妹妹 對 爸爸 妳一定要多吃一點 爸爸 妳要接近平坤回家 爸爸 妳們都好乖 爸爸 妳們都好乖 秉賢 麻煩妳拿明坤的病歷表我看一下 對了 她最近這幾天 親死的情況如何 秉賢 真的很奇怪 她最近很努力的吃 而且她不再念說什麼東西難吃了 而且還有什麼東西不肯吃之類的話 給她任何東西她一定都吃光光 真的啊 照這種情形下去啊 她的身體一定會恢復得很快 要是這樣的話 應該再過不久 她就能轉回普通病房了 嗯 吳明坤自從有了想要找一步離開隔離病房的念頭 進食情況有了很大的轉變 身體狀況也一天比一天好 我想 是家人的力量 讓吳明坤產生絕大的動力 我很開心 她有這樣大的改變 每一間病房都有一個和病謀搏鬥的生命故事 面對疾病的無情考驗 家人的愛是病人最大的支柱 其實我們又何嘗不是呢 你好 餵 笑齊啊 對啊 我要準備回去了 你幫我煮的宵夜啊 好啊 那我回去跟你一起吃 嗯 馬上就到了 再見 阿倫健康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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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 這段時間對我的照顧 把我好幾次 從鬼門關拉回來 讓我的孩子 然後有一個健康的爸爸 陪他們一起長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感謝照顧我最多的李醫師 謝謝 這都是大家的功勞 阿倫 未來你要好好把握 這得來不易的健康 謝謝李醫師 選一 你 我也有啊 謝謝 還有我最親愛的季亞 阿倫 抱歉啦 謝謝我好輸 很榮幸 謝謝我幫我來幫你 謝謝 好可愛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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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阿倫是大公嗎 好可愛 來 我知道喔 我不是一個很聽話的病人 住進來以後 大家一定覺得我很麻煩 感謝大家對我的包容還有幫助 才能讓我渡過難關 我們全家在這裡再次的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啦 為了慶祝吳明昆的重生 我們大家來唱生日歌吧 好 我們來唱唱歌 我們來唱歌 來我們開始唱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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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一百個好不好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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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谢谢 希望你以后 谢谢凡人生 黎一师你好 你好好久不见了 对啊又过了一年我要来做检查 那你先坐着等一下 好谢谢 你这是和解精识淋巴ID4起 一般亚洲人比较不会得这种病 台湾人罹患的病例数是个位数 你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骨髓 甚至连脑子里都有 已经没办法治疗了 大概只剩三个月的生命 就算治疗 顶多也只有半年的存活率 最后还是会死亡 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们要挂新年病房 还是要挂哪一口网 随便哪一科都行 反正我们来只是为了住进新年病房 哪一科都可以 我来看风就问你试试 先生今天有修帮我没有 没有修他找我 我去看风就问你 我还要继续 你现在正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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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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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你担心担爸爸 爸爸去帮你帮我 好 郁文,你先哭作電影,我拿我頭給你簽 先轉是嗎? 我割學一種留科,我們要割這個好的 我會想要把裕音帶去新年病房 為了我們來的 這位就要讓裕音帶進去新年病房 讓他好好走 我會想要什麼都一樣 怎麼判了 提供非呀 怎麼沒有讓醫院這麼痛苦 連掛在後面就這麼難解釣了 好啊 別靠我了 這讓醫院聽到就好了 大家 醫院 爸爸現在帶你去看醫生 要等多久 是幾號 四十號 大陸 暱天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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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師傅 你有沒有事要到三天晚 不用了 廚師傅 去桌上吧 有什麼 再給你救 不行 好 喝喝東西 洪玉文小姐 你們好 好 請問一下洪玉文是什麼情況 她是林八爺末期 我們只希望能讓她 做到新年被綁去 林八爺末期 不好意思 喜氣 吐氣 喜氣 吐氣 你們之前都沒有接受過治療嗎 她發病的時候 我們有送她到台北的醫院做檢查 檢查出來的結果說 檢查出來的結果說 已經沒有希望了 我們也試過很多民族療法 可是那只是讓她更加痛苦而已 現在我們只希望能讓她少受點苦 要住新年病房不是掛我這一顆 不過 你們既然都已經來了 就讓我再做更詳細的檢查好了 看能不能減輕一些玉文的症狀 看能不能減輕一些玉文的症狀 讓她舒服點 做再多的檢查都一樣 醫生 我只要我的女兒不再受苦 我了解 可是我希望能幫玉文再做更詳細的檢查 對症下藥 讓她能夠減輕一些身體的疼痛 若是你們真的堅持要轉到新年病房去 到時候再說 彭先生 可以麻煩你去辦住院手續 先讓玉文住院好嗎 我第一次看到一開口 就要求要住新年病房的病人 彭玉文才二十歲 為什麼她的家人 要放棄讓她治療的機會 而玉文本人似乎也對自己的生命 心灰意難 不想再和病房奮鬥了 為什麼會這樣 是不是在她發病 到來到慈願的這段期間 發生過什麼樣讓她們全家人感到絕望 非放棄不可的事 李醫師這裡有一個新的病人 她叫彭玉文 女性二十歲 她的血紅數目前只剩下一點六 不到正常人的十分之一 根據家屬的描述和我初步的檢查 她患的應該是Hudgkin's disease Hudgkin's disease 這個案例在台灣很少發生 一般都發生在西方的社會裡 她第幾期 家屬他們說 在其他醫院的診療裡 已經被宣布是第四期 我已經開始在做一些檢查 雖然Brain現在就斷定 但我看應該沒錯 Hudgkin's disease在四十年前被當作絕症 因為只單純的做外科手術切除 淋巴癌還是會轉移到別的部位 不過後來發現 淋巴癌對放射線跟化學藥物特別敏感 經過化療跟放療的合併使用 有85%的病情會得到完整的緩解 是治癒率很高的癌症 嗯 但是可能因為初期症狀被忽略 發現的時候已經進入第四期 他們問過的醫院都表明治癒率不高 頂多再拖幾個月而已 目前家屬是希望不要做積極性的治療 以減輕病人的痛苦為主 所以你打算 病人還很年輕 從來沒有接受過治療 如果就這樣放棄很可惜 從來沒有接受過治療 那病患呢他也放棄了嗎 他現在精神狀況很不好 對再度檢查有很大的排斥感 我想先緩解他目前的症狀 減輕他的痛苦後 再詢問他的意見 你是想勸他接受治療 我也不確定 我想先確診之後再看 如果有機會 我當然希望他能夠接受治療 也對啦 盡量知道病患是我們的本分吧 我知道 護士小姐 我們都已經住進來了 到底什麼時候才能讓我們 轉到新年病房去 洪先生你先別急 我們會再做轉斷的 洪先生 你們先不要著急 既然都已經住院了 是不是可以不要這麼快就放棄治療 好 宇文還年輕 不應該連治療都沒有 就這樣輕易放棄了 我不要治療 我不要 我不要治療 我不要 宇文 你還年輕 宇文有接受過治療 如果有這個機會 你為什麼不試試看 就算做了又怎樣 也許只能度過這幾個月的生命 我不想要生家的日子 是這麼痛苦 妮媛 妮媛 妮媛的話 這是我的知識的地方 爸爸 治療自己的 我不要治療 我不要治療 李醫師 我們知道你的好意義 但是之前我們在台北醫院 做檢查的時候 醫生已經很明白地告訴我們 就算是在做治療 頂多也是半年的時間 再怎麼做 還是要守那條路 因為是我們家的寶貝女兒 我跟她爸爸不想再看到她活得這麼苦 所以我們希望不再接受洗衣的治療 只要捧爸爸 捧媽媽你們不放棄 願意跟我們醫療團隊一起努力 訪天原來 immun化 我不認為你只有幾個月的生命 北 Blaze 天正 逐手 家 你 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真的觉得现在就放弃实在太可惜了 是因为他只有二十岁吗 还有因为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治疗 所以我想尽力试试看 看见彭玉文那样拒绝接受治疗 拒绝全世界的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 常让我想起以前大七在当实习医生时 协助到了一个小女孩 那个时候我已经对肿瘤科产生很大的兴趣 所以会常常主动找一些机会接触癌症病患 跟他们聊天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安宁聊过 所以对于那些被宣判病危的病患 为了不影响到其他病患 医院会将他们安置在护理站旁边的一个小房间 被安置在那里的人 大多都陷入异式昏迷 没多久就会往生 可是却有个小女孩 在那个小房间里 在那个小房间里 待了很多天 这个女孩子才十六岁 刚上五砖 因为脚上长了肿瘤而被截肢 她的父母离异 只有舅舅偶尔会来看她 我第一次看到这女孩时 觉得她很孤单 所以常常去那个病房陪她聊天 可是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肺部 常常渴血 也许她看到自己的病情不断恶化 又被丢在那个小房间 看着旁边一个个往生空下的床位 好像自己已经被宣判死心 必须活活等死 所以她崩溃了 那女孩开始恶毒地诅咒所有人 看到谁就骂谁 她不断地受着病痛 愤怒和仇恨折磨的表情 就好像是置身地狱般的恐怖 后来每个人 都害怕走进入那个房间 虽然我一直陪伴那女孩到往生 可是那几天我回家后 就都会做噩梦 梦里都是妖魔鬼怪 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如何痛苦致死 我心里受到的创击 真的很大 如果是现在的我来治疗那个小女孩 我会用马飞来舒缓她的疼痛 让她能好好睡好好走 不再那么痛 那么怨恨人世 你对这个小女孩 似乎有着强烈的罪恶感 每一次看到她那双充满怨恨的眼睛 不知道为什么 我都会下意识地低下头 不敢直视她的眼睛 因为看到她的痛苦 就好像目睹自己痛苦一样 这不是你的问题啊 我知道 可是就是因为当时我无能为力 能替她做些什么 所以这个解 就只在我的心中 医生也不是万能的 但是我希望我能尽力 作为一个医生 你这种完美的性格 不知道是加分还是扣分 只要是对病人的病情有帮助 不管是加分还是扣分都无所谓 所以这次 我看到彭奕文那样拒绝接受治疗的态度 我担心她会跟那小女孩一样 在她仅有的生命中 充满着太多的不平和怨恨 所以算已经是第四期了 我还是想尽力试试看 或许老天爷会给我们一个机会 不过病患跟家属 不是一直都很抗拒吗 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不喜欢不战而败 连事都没试过 就要直接送到新年病房 当年那个小女孩 就是因为被家属和医疗团队所放弃 所以才会怨恨致死 而彭奕文的父母 却是因为太爱她而决定放弃她 关于这点 我更无法介绍 我了解 不过病患的医院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病人的病如果还有希望 可是她自己就完全没有求生的意志 那不管我们有多努力 她可能很快还是会走 反过来 如果病人求生的意志很长 哪怕是只有一点点的希望 她可能活得比你想象中的还要久 所以主任的意思是 治愈率不是绝对的 最重要的是病人想要活下去的意志力 你说呢 加油 我不要打针 我不要打针 你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打针 乖 我不要打针 不要 乖 乖 乖 不要了 不要了 好痛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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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铿先生 根据这些我们未予物做的检查 已經確定他罹患的是核結晶是黎巴癌 而且已經是第四期了 現在癌細胞已經擴散到骨髓 肝臟 脾臟 胸腔還有腹腫 醫生 你說的吃穿早已經知道了 彭先生 那你現在知道彭英文的情況有多嚴重了吧 所以我們才想趕快讓他住進心臉病房 你真的不願意讓他接受治療嗎 都已經還在默契了 還要治療什麼 至少在放棄之前 努力一下 李醫師 謝謝你 謝謝你的好意 可是郁文這個病不是一天兩天的了 你不是郁文的爸爸媽媽 你不會知道我們每天原本看著一個健康活潑的女兒 被病痛折磨到不成人形的樣子 郁文是她不太能動的 做什麼都是我背著她 背過來背過去 她也不太能吃東西 只能喝一小口粥 我睡覺的時候 我跟她媽媽每半個小時要起來幫她翻身一次 否則郁文就會沒有辦法呼吸 這半年 這半年也洗乾淨了 這個腿 都被郁文這半年變成了 我真的沒辦法看著人家痛苦下去了 彭先生 我也是一個孩子的爸爸 我知道天下父母心 孩子痛在身上一分 父母痛在心裡十分 可是我也相信 天底下沒有一個父母親 願意放棄自己孩子的生命 我知道治療的過程一定很不好受 但是這可能是郁文最後的機會 我的意思 如果郁文接受治療 你能保證 她會完全好嗎 李醫師 從郁文發病到現在這半年多的時間 我們不是沒有想過要怎麼樣去挽救郁文的生命 可是各種偏方我們都試過了 只要有人介紹 哪怕是叫我從花蓮跑到台灣的另一頭 我都去找過了 可是結果都一樣 現在我跟她媽媽只希望 這樣的噩夢不要再繼續下去 能讓郁文的生命 在剩下來的時間裡走得平靜一點 彭先生 你真的不要再考慮一下 不用了 李醫師 不管怎麼說 還是要謝謝你 好 你uppie book 我們會不會補給你 謝謝你 小姐 你會不會補給你 真的嗎 那你沒什麼 那你喜歡我 你跟她說 你會不會補給你 那你這樣嗎 你搭給我 打下去看看能不能幫玉文 排除身體多餘的水分 消除她身體的腫脹 飲尿劑 那沒什麼事我先走了 有事的話再請安妮叫我 好 謝謝 快點 王太太 媽 妳好 我叫做慶芝 是這裡的志工 妳好 玉文 妳好 不好意思 她一直都是這樣子 因為身體不舒服 所以不太愛理人 沒關係 身體不舒服 怎麼會想說話 她這個樣子已經好幾個月 要不是我逼她 她不只是不說話 甚至還會不吃不喝 她的心啊 無畏無懼 被心化成她遺忘 隨便手搖把病哭 描手人已無緣由 臉火晶放在花裡 如來如去 茫茫的山川 妈妈的奢望 历经风霜 雪泪化成琉璃宝堂 温柔聚光爱相随 此心无悔守护我 莲花绽放在花里 如来如去 妈妈的心啊 无畏无据 被心化成大遗忘 水瓶手摇八瓶骨 描手人已无缘由 青山无针 大海无边 有你守护花莲春暖在人间 水瓶到哪儿 清山无垂寨 天天 无垂寞 山沙真 水瓶尖 水瓶尾巴滑 海国逆 水瓶尾巴滑 海国逆 水瓶尾巴滑 海国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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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国逆